連接來看到韓國女歌手IU李志恩 將在今天晚上登上台北小巨蛋開場 那麼下午就已經有許多的歌迷到了現場 把小巨蛋外面是擠到水洩不通 詳細情形請支持者黃蓉蓉告訴大家 蓉蓉 好了 出播 各位觀眾 南韓國民美美IU呢 是今天準備登上台北小巨蛋來辦演唱會 兩天的兩萬張門票都是瞬間的秒殺 也有很多粉絲是沒有買到門票 因此有非常多的YUENA 都是來到場外這邊來排現場 試出了門票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現場目前主辦單位還沒有公佈說 會試出幾張門票 不過現場這些長長人龍 是已經排到了超過500號 那這些粉絲呢 也就是就算天空飄著毛毛的事 還是交不洗他們的熱情 就是為了要一堵IU的風采 那在剛剛三點的時候呢 也現場也開始試出了門票 那有第一位夜排的粉絲也已經拿到門票 心情是非常的激動 但你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我覺得很值得就是可以進場 因為大家其實大家都是為了看IU 對我知道剛剛的心情怎麼樣 對但是就是希望大家都能進場 很緊張我想要趕快進場很興奮 對應該大家都是這樣子 4月2號凌晨開始進來排隊 那不只是排現場售票的粉絲 就連周邊呢也是有非常多粉絲 是一大早五六點的時候就來到現場排隊 那其實剛剛有一名粉絲是說到說 他六點多就已經到了現場 前方就大概已經排了一百多名的粉絲 所以呢有一些像是周邊像是棒球帽 或是吊飾一些比較熱賣的產品呢 是售出半小時內就已經完售了 那可見說IU的魅力是真的非常的強大 以上就是掌握到最新消息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大賊靜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